犯时之德,一周一范,当思来处不易。 自奉必须简约, 艳客切勿留廉, 饮食约尔经, 原书欲真修, 不贪口苦而滋杀生情, 罗获白菜宝平安人生, 过饮食过坐走, 长者先,又者后, 对饮食不简则, 时事可不过择, 若衣服,若饮食, 不如人,不生期, 厨中有剩饭, 路上有鸡人, 请大家尊身正义,感恩词开始。 感恩天地滋养万物, 感恩国家培养富佑,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, 感恩老师心情教导, 感恩农学关心帮助, 感恩农夫心情劳作, 感恩大众信任支持。 我们现在明白了, 这些学习传统文化的孩子们, 才是最有福报的。 像这些学生们一样, 一天三顿饭, 顿顿都感恩, 这些意念都是最美好的。 他们所吃到的饭菜, 喝到的水, 所有的结晶, 一定都是最美好的。 这样的饮食, 对孩子们, 不但是最养人的, 也是最养心的。 关键是最养他们的品德。 这在今天的现实社会, 真是难得的福气。 如果一个家庭, 或者一个社会, 也都天天这样做, 学做感恩的家庭, 感恩的社会, 感恩的民族, 那毫无疑问, 这样的家庭, 这样的社会, 这样的民族, 就是世界上最有福报的。 饭食之德, 一粥一饭, 当思来处不义, 一粥一饭, 当思来处不义, 自封必须简约, 自封必须简约, 念课切勿流连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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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念课遇真修, 念课遇真修, 不贪恐怖而滋杀生情, 不贪恐怖而滋杀生情, 罗过白菜宝平安人生, 罗过白菜宝平安人生, 途中有圣伴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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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路上有击人, 路上有击人, 过饮食, 过坐走, 过饮食, 过坐走, 长者先, 幼者后, 长者先, 幼者后, 对饮食, 不简则, 对饮食, 不简则, 时事可, 不过择, 时事可, 不过择, 若衣服, 若饮食, 若衣服, 若饮食, 不如人, 不生心, 不如人, 不生心。 不明白传统文化的人, 现在看了科学实验, 终于才明白, 我们中华民族, 古圣先贤的伟大, 真正是当之无愧的人类瑰宝。 早在千万年前, 圣贤就教育我们, 爱人者, 人恒爱之, 人只是一个代表。 这个话的意思, 也就是说, 只有爱天地万物, 天地万物, 才会爱你, 给你的回报, 都是最美好的结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